刚刚后面出现错误的,你会发现它就会变正常了 为什么?因为我刚刚已经把后面的名称全部都通通定义好了 定义的方式就跟刚刚跟各位讲的 就是这个是它的名称 其实也跟蓝位名称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名称去抓到它下面这个范围 所以你就先把这个...假设你要定义名称的话 那你就把这个名称Ctrl-C,然后选择下面这个范围 在它的名称方块上面把它输入Ctrl-V,按Enter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看到在名称管理员里面就会多一个这个名称出来 那指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范围 当然如果你选的时候不要选到上面的蓝位名称 因为蓝位名称不是我们要查的资料 所以如果你选进来的话,当然相对是不对的 可是实际上你如果选到第一列 其实最后的结果也好像不会出错 因为你他查不到也就不会影响 那当然理论上,如果你选到 我是觉得不太恰当啦 当然虽然不会影响,可是我觉得到也不是很OK 因为坊间有些书籍里面,他都会教人家选第一列 那我觉得这样好像不正确啦 OK好,那你做完之后的话呢 你把它向右向下 有没有,向右到欧栏 没有到P栏,因为我们只有在欧栏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向下拉 一直拉到哪里呢? 拉到这个151的地方放开 那你会发现,这样的话呢 他就可以一次就全部做完了 所以例如如果将来,你假设你的那个问卷里面 如果你会用刚刚的方法的话 真的就可以做一个公式 那就可以全部呢,一次就完成了 那所以呢,将来如果说你有每天都要做同样的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的话 那这样其实可以节省很多的力气 OK,所以这个地方呢 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因为如果假设你不做这个动作的话 那枢纽分析表就没办法做后续的动作了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做完之后呢 其实如果你要再更加快速度的话 其实可以配合一个叫录制聚齐的动作 那录制聚齐其实很简单 你们如果在开发人员 而且开发人员如果你预设状况是不会出现的 你可以从那个其他命令里面 找一下制定功能区 这边就有开发人员了 OK,制定功能区 那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VBA 如果你VBA没有出现的话 那请你把它打开 它可以透过自行撰写 从这边可以写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录的 假设说你不会写程式的话 那你当然至少录制会吧 录下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重复的动作把它记下来 那下一次的话呢可以键一个按钮 那比如说我已经键了两个按钮 也录好了,然后也键好了 比如说清除掉它这个范围 那如果我下一次呢 假如问卷都做好了 那我要重新再跑一次的话 你再按一下问卷调查的这个聚集 它又自动完成了 OK 那这样的话当然会省下很多的时间 OK 好 所以这个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其实你们可以在云端上面 可以找得到这一些程式 在第三页里面 这边有一个录制聚集的程式码 那我刚刚实际上只是说 把底下的这两段 有没有 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那个visual basic里面 这个本来没有 比如说你进来之后的话 那理论上这个是空的 那你可以按右键插入模组 然后呢 把刚刚云端上面的这些 这个 这两段 一个sub到end sub是第一个按钮 第二个按钮是这个清除 OK 那其实把这两段 把它Ctrl-C 然后呢Ctrl-V到这里 其实就可以可以执行了 然后呢 如果你要执行的话 就直接按上面这边有个执行 游标只要放在这一段中间 执行 它就清除了 执行 它就自动又完成了 那其实里面有动作啦 其实我是把刚刚的动作录制下来 然后变成这一段聚集 OK 那最后呢 你可以再透过插入 这边有按钮 可以把按钮加到这边来 那就会有这两个按钮出现了 OK 好 那这样的话 其实工作起来就还蛮愉快的 也说你一整天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按钮啦 有没有 按下去 事情就解决了 那当然 基本上 工作起来就非常的愉快 而且其实相对的也会比较有成就感一些啦 我会觉得这样做起来 再来的话下一次哦 假设你每天都要做类似同样的事情 那你就把它做成按钮 那将来这些事情就是瞬间就可以完成了 应该会省下蛮多的时间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等于是只有完成第一步啦 所以你会发现哦 假设你如果第一步没有做出结果来啦 那后面说真的哦 都是 多余的啦 就没办法再往前推进了 OK 那不管说哪一个工具啦 你说Excel是这样 你说Power BI也是一样 Power BI一样嘛 你资料不能随便为资料 错误的资料给他 他一样没办法帮你做转换 所以呢 第一步还是需要呢 把原来的编号转换成他应该有的这个名称 好 那接下来当然呢 我们就可以哦 再做底下的动作了 所以你如果枢纽分析的前置作业做完了 那再来我们要分析 那请各位待会做一下 如果我想要知道几个讯息 包含就是说呢 到底这个问卷里面 到底这个性别分布是怎么样状况 百分比是多少 然后年龄分布是怎么样 职业还有年收入等等的 到底是情况如何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哪一种设计类的杂志最受欢迎 OK 第三个的话呢 购买设计类杂志 它主要考量的原因在哪里 诶 到底是什么因素 那第四个就是说 不同年龄层 到底会购买哪一类的设计类杂志 有没有什么差异点 OK 那当然哦 根据问卷里面 其实就实际上有答案 可是这个答案要怎么产生 其实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请那个 我们的所谓的枢纽分析表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跑出个报表 这个报表是性别年龄等等的相关资料的 类似像这样呈现 那里面呈现假设我希望呈现的就是说 他总共有两男 一男的话呢就是他的百分比 一男的话就是他的数量 比如说性别男女 那里面的话个占比是这样子 你会发现男生好像填的比较多 那数量是这样子 那年龄的话 分布状况好像填的最多应该是16到30岁 其次就是31到45岁 那学历的话最多是大专 再来就大专以上等等的 然后从事的职业别 最多好像是金融 OK 然后收入的话最多应该是落在哪里呢 这个16到30000 OK 那其次是30000到50000之间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做出 类似像这几个统计的 这个资料表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当然 其实也是一样 如果你每天都要统计这么多 最好当然就是说 可以一键完成 按下去 啪啪啪自动帮你完成 而且最好啦 其实你看这个表 倒不如看图 所以最好是旁边干脆帮我 帮我画成图算的 那如果画图 其实最直觉的 如果是数量 那理论上就是用直条图 那如果是百分比的话 那就是用一个派图 所以最好这边一个派图 然后这边一个直条图 当然你看图可能会比 看那个数字来的更直觉 OK 所以呢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如果这个资料做完了 OK 所以前提是第一个 你需要先把这个资料先帮我转换 那当然转换 如果你还有问题 其实你就是记得啦 最重要是把B2这个储存格上面 打这个公式 那这个公式的地方 记得一定要先把清单里面定义名称 所以先定义名称 再把公式打上去 然后打个勾 打勾完之后向右向下 应该就会得到正确的结果 你就可以后续可以run 但如果中间有问题的话 比如说好像同学之前常常出现 就是那个什么 紧NA的话 通常是什么地方会出错 其实如果紧NA 像之前 常遇到的问题是这样 比如说可能 其中有 假设这个 它的范围选错了 它应该是选下面这个范围 可是它因为可能Ctrl V太快了 它可能选到这里 选到它上面这个 又选到它自己的一个名称 所以按关闭好了 假设我把它储存起来 那你会发现它这边就出现紧NA了 如果紧NA刚刚讲过啦 就是not available 主要就是因为它那个定义的范围是错误的 那怎么办 很简单嘛 你就找到这个名称 多久在这里 然后你可以检查一下 这个范围是不是对 不对 那怎么办 修正一下 把它delete掉 重新再选正确的 打个勾 有没有 那打勾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关闭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恢复正常 这是还蛮常见的 所以 只要你定义名称没错 然后公式也没错 那剩下就是向右向下 就一次完成了 那完成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 所以如果我今天简单一个问题 我希望统计那个什么 性别哦 它的百分比跟它的数量 那最好是在旁边帮我画图好了 直接就帮我把它视觉化结果散生的话 那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第一个 这个算是枢纽分析表最简单的功能 第一个游标先放在这个范围的其中一个储存格 那你需不需要说老师我需不需要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整个选起来 当然选也OK啦 但是如果不选也没关系 因为 枢纽分析表还蛮聪明的 他会知道说 你就是在这里面嘛 所以他就 你任何一个 只要在资料范围里面的其中一个储存格里面 你按一下插入 枢纽分析表 他就会自动帮你把它扩大 把里面有的资料范围全部帮你选起来 不过你可能自己还要再确认一下 有时候难免还是有可能会出错的 那看一下是不是A1到O的E151 对的话你按确定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他要不要放在新的工作表 或者你要放在某一个地方 一般习惯是另外放一个新的工作表 所以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会看到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枢纽分析表的画面 其实比较重要的啦 应该是 这我自己会挡到 我把它拿上来一点点 它可以浮动 那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比较重要的是右边这一块 如果说你今天呢 你要统计分析哪一个栏位的话 那我们可以先把哪一个栏位 直接拖拉到下方 那它有总共几个选项 分别就是说呢 你如果拖拉到列的话 这个将来会是最主要分析的栏位 那通常会放在X轴 就水平轴 那栏的话通常会放在Y轴 另外还有筛选的话 会放 那可以让你再做切换 也就是说呢 你如果要跨多栏位的资料 这个比对的话 那其实是可以拉三个栏位进来 那我们刚开始也许先不要这么复杂啦 我们先 放一个资料就好了 就性别 所以我希望性别 所以你把它拖拉到列就可以了 那第二个的话 你会发现它会自动帮你把 这一个栏位 有点像那个移除重复啦 留下不重复的里面的标题 有没有 所以最后移除掉只有男跟女 两个选项 然后呢 你要做什么呢 帮我把 另外有点像群組 把这个女生的数量帮我 把它怎么样 把它计算一下 那如果你再把性别拖拉到值的话 它其实会帮你把它怎么样 帮你算一下它的数量 有点像函数里面叫count if 算一下女生的数量是多少 男生的数量是多少 但是可能要特别注意哦 如果假设说 因为我们拖拉的资料是文字 所以如果你文字的话不能加总 假如说你今天这个栏位里面放的是数字的话 那你会发现拖拉下来 它会变成什么 变成总数 或者加总 意思就是如果是数量的话 它会帮你把它全部加在一起 OK 好 那可是问题来了 你想说老师 那可是我如果今天希望 我不要是数量哦 我是希望能够看到像刚刚这个 百分比的话 那百分比要怎么去调整 我要是百分比的话 那百分比的话记得 你们可以在这个值的地方 它的右手边有一个小小的箭头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其实就有一个叫值的栏位设定 你点选它这个一个清单跳出来 那选取值的栏位设定 也就是说你可以针对什么 针对这个 这个值里面看你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包含技术啦加总等等可以再调整 那如果说你要显示的 有没有 这个是摘要的方式 那如果说你要显示的方式不一样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值的方式如果你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总计百分比 比如说全部加在一起占比多少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把它改成总计百分比 按确定之后 它就会显示出它要的百分比数量 另外的话百分比 你要不要计算到小数点的第几位 预设是小数点第二位 如果你要取得整数的话 你是可以把小数点位数拿掉的 OK 所以这边的话按确定 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显示出来的 那就会是什么 它的百分比数量 那你想说老师那我 我是希望除了说百分比之外 还要看到另外第二个就是数量 那怎么办也没关系 你如果还要一个数量的话 你就可以再把性别再拖拉一次 再放开 各位可以看到 它又会多一个 也就是说一个是百分比 一个是数量 OK 那就可以两个呈现了 然后 这个做出来之后的话 那你可以把底下这个工作表名称 也许改成叫性别好了 OK 那就它会自动帮你增加一个工作表 性别 那但是有同学说 可是这个地方看起来 其实 看数字其实没有那么亲切 那可不可以帮我把它变成 用图形的方式呈现呢 如果你要把它变图形呈现的话 当然这个也是以 是有数纽分析表的一个优势 其实你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假设我像这边做个圆形图 这边做个直条图的话 这样看图可能相对比看数字来得更直觉 那怎么做 其实 就是数纽分析表 它对应的其实就是数纽分析图 那你们可以看到 在上方会有一个 这个什么呢 叫数纽分析表 数纽分析表分析 的一个功能 那其中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有一个 所谓的数纽分析图 如果说你要画图的话 那实际上 可以再点选这个数纽分析图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可以帮我再把它画成图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点选数纽分析图 这个时候的话 假设我希望左边是一个圆形图的话 那你会发现这边其实就可以再加一个计数 按确定 那这边就会把它缩小一下 干脆放下方好了 先看图可能比较 男生占的比较多 女生占的比较少 那如果你这样看不清楚 另外一个方法 按右键 新增它的标签 那用什么标签比较简 用图缩文字 这个不过跟各位讲 如果按右键没有图缩文字的话 那可能你的Excel版本比较旧 新的版本才有图缩文字 好像我印象中 好像在Excel2013以后才有吧 如果你假设是旧的版本 那新增标签比较麻烦 他可能除了要新增标签之后 还要再去修改 我们用图缩的好了 图缩文字 OK 好 那这样看起来 比例就 其实当然你看上面的数字 跟看下面的图 其实当然看下面的图相对会比较直觉 那你除了说你要比例图之外 你想说 老师我要数量让我呈现一下 那你可以怎么样 再到枢纽分析表的分析 点一下枢纽分析图 那或者你再利用枝条图 因为枝条图好处是呈现他的数量 按确定 那比如说把这个 再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他的右边好了 OK 但是你会发现他好像会有两个 因为我们这边资料 会有一个是百分比 那一个是数量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选什么 选 这个不要选到 可是他放在中间 那另外其实各位如果要变更 按右键 这边其实还可以再去变更什么 他的资料 比如说我资料呢 他这边有两个 那我第一个不要 你可以把第一个怎么样 把它移掉 或者你选的时候不要选到这边 那就可以把这个直条图 把它做个变更 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就是说我把刚刚的这个结果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性别的 这个统计分析 那我就可以知道说呢 他的百分比占比多少 他的数量个是多少 OK 那先试试看 那其他当然利用同样的方式 你也可以呢 把那个什么呢 他的年龄 教育程度 职业 月收入等等的 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另外就是在结合一个 这个枢纽分析图 把图给画出来 其实相对也会比较直觉一点点 OK 试试看 对啊 对啊 这个枠看到的 对啊